这顿早饭未同嚼辣,而且口感比辣还差。结束了一顿并不怎么满意的早餐之后,邓肯的心情并没有随着肚子被填饱而有丝毫好转,反而是因为山羊头无意中提到的某些情报勾起了一堆乱七八糟的猜想,因此略有些烦躁起来。 他看了看正在附近的架子上闲停信步的鸽子爱衣,感觉脑海中的胡思乱想越发离谱。 他一直认为,这只满口地球化的鸽子是因为自己有一个地球人的灵魂才诞生的,认为是在自己进行灵界行走的时候,周明这个个体与黄铜锣盘产生了反应,从而催生出爱衣这么个怪鸟来。 但如果,情况真的不是这样呢?如果真如山羊头所说,这只鸽子只不过是从更深的地方跑出来的某种幻影,然后恰好在自己身边凝聚出了形态呢? 那么爱衣时不时蹦出来的那些地球化便和周明的记忆无关,而变成了这个世界本身记录下来的某段历史中的投影。 这背后的可能性让邓肯心烦意乱。 爱丽丝站了起来,她的声音打断了邓肯的胡思乱想,需要我去洗碗吗? 邓肯有些诧异地看了人偶小姐一眼,后者尴尬地挠挠头发,我是觉得既然自己已经上船了,总该找点事情干,否则像个混饭的。 但你根本就不吃饭,邓肯提醒了她一句,不过你有这个心倒是挺好,把盘子送到水房吧,跟水池商量商量,如果她不介意的话,你就洗。 说完这句话,她不等爱丽丝回答便静字站了起来,一边走向船长室门口一边随口说着,我去巡视一下甲板,没有事不要来打扰。 正在架子上散步的鸽子立刻扑拉拉地飞到了邓肯的肩膀上,跟着邓肯一起离开了房间,留下爱丽丝在航海桌前与山羊头大眼邓小眼。 船长的心情是不是不太好? 迟一片刻之后,爱丽丝小心翼翼地问了山羊头一句。 山羊头语气深沉,船长的心情就像无影海的天气,不要揣测,接受就好。 爱丽丝不等着山羊头继续开口便又飞快地接着问道,对了,刚才船长说让我跟水池商量。 怎么商量啊? 简单,你去洗东西,如果被溅了一身水,就说明水池不喜欢你,说起来你会洗碗吗? 如果不会的话我有一些理论经验。 山羊头话音未落,就见爱丽丝飞快地收拾好了桌上的餐具,然后一边冲向门口一边嚷嚷着,不用了我会学的谢谢你山羊头先生再见。 船长始终一下子安静下来,只留下黑曲曲的山羊头待在桌子上,用空洞的眼神注视着所有人离去的方向。 两久,航海桌上才传来一声叹息,我要有腿多好。 随后他的目光重新回到了海途上。 诗香号周围的迷雾仍然在不紧不慢地消散着,船长留给他的掌舵任务还是得好好完成。 在精确的控制下,这艘庞大且活着的幽灵船灵敏地调整了各个船帆的角度,开始继续在这无影海上航行, 山羊头则哼起了一首不知是何年月流传下来的船歌,粗粒嘶哑,宛若噪声般的哼唱在船长势中回响着。 升翻了,升翻了,离家的水手继续向前。 风浪中,喧闹中,我们离死亡只差一层木板。 收起脚帆,张开主帆,放开缆绳,抓紧船弦。 我们已经来到大海中间。 离鱼远一点,离鱼远一点,水手要越过那些紫色盘踞的航线。 离鱼远一点,离鱼远一点。 我们要平安靠岸,烈酒和火炉就在前面。 邓肯在存放补给的仓库里转了一圈,又在厨房转了一圈,最后才回到诗香号中段的甲板上。 不管他翻找多少遍,这艘船上也找不到比肉干和奶酪更能入口的东西。 好消息是他不用像地球上那些风帆时代的水手一样去吃生了蛆的饼干,坏消息是这船上甚至连生了蛆的饼干都没有。 他把之前那些胡思乱想暂时抛到一边,带着安安静静的爱衣,来到了甲板边缘。 跳望着无垠的大海,他心中不断盘算。 双引号,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补充诗香号上的生活必需品。 虽说在幽灵船上不能太讲究生活质量,但我终究不能真的像个幽灵一样活着。 爱丽丝说不定还需要换洗的衣服,这船上可没有适合他的衣裙。 必须尽快和陆地上的城邦建立联系。 诗香号已经在海上飘荡了太多年,陆地上的城邦可能已经在这段时间发展到连那个山羊头都无法预料的程度了。 从之前在那座下水道中看到的景象,至少普兰德城邦是一座强盛且先进的大城,那些邪教徒随身携带的左轮手枪也能说明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 古老的幽灵船在发展了一个世纪的文明社会面前不一定还那么无敌,诗香号余威犹在,但万一只剩下余威就不好办了。 邓肯看了肩膀上的爱丽一眼。 或许,今天养精蓄锐一下,就该再试试下一次灵界行走了。 咕咕。 爱丽歪了歪脑袋,总算冒出点正常鸽子该有的动静来。 邓肯忍不住笑了一下,而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突然注意到附近的海面上似乎有波光一闪。 他被那动静吸引了注意,下意识地朝船弦外多看了几眼,紧接着便注意到附近的水面以下似乎确实有什么东西在游动。 迟一片刻之后,邓肯突然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 嗨,我这反应,这是在海上啊。 海里不是有鱼吗? 突然出现的可能性让邓肯的心情顿时好转,他意识到要建立和陆地上的联系以及对尸香号进行稳定的物资补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定的事情,但这广袤无垠的大海本身难道就不能帮上点忙吗? 海里有鱼,而他已经受购幽灵船上的肉干和奶酪了。 邓肯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他既起甲板下面的某个仓库里就有用于海钓的重型鱼竿,而甲板边缘的船弦上也可以找到用于固定鱼竿的位置,置于鱼耳。 不知道那些肉干和奶酪能不能奏效。 就这样,诅咒人偶在水房里洗碗,会说话的山羊头在专心开船,诗香号的船长却在甲板和船舱之间忙碌起来。 邓肯很快便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他扛着三根重型鱼竿和一桶饵料回到甲板上,又颇为生疏地把这些东西固定在船弦边缘,上耳,抛干之后,他又从附近搬了个空桶,用来充当等待时的椅子。 邓肯其实没有海钓的经验,他所有的钓鱼经验都局限在池塘和老家的一条小河边,他也不知道自己这心血来潮的举动是否真的可以钓上鱼来,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万一呢? 全当作进行下一次临界行走之前的休养生息,顺便还能对未来的伙食改善保留一份期待。 邓肯在几根鱼竿之间坐了下来,在漫长的等待中,他的心情也一点点重归平静。 今天的海矿还算平稳,天空颇有些云层,但并无暴风雨的预兆。 邓肯坐在木桶上,背靠着一座用来固定缆绳的脚盘,在船身微微的摇晃中微微眯起眼睛。 不知何时,他陷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 他梦到自己赤脚踏在平静的海面上,海水蔚蓝,阳光和暖。 记忆中那轮熟悉且正常的太阳高高悬在天空,明亮,却不灼热。 他听到有水花四溅的声音响起,寻声望去,却看到有鱼突然从附近的平静水面中跳了出来。 是一群金色的小鱼,看上去只有巴掌那么大,它们在空气中吐着泡泡,摆动着尾巴,就像在水中游动一样,环绕着邓肯慢慢地绕着圈。 这些在空气中游动的鱼一点点靠了过来,周明好奇地看着它们,看着它们圆鼓鼓的眼睛,看着它们细密的鳞片,看着它们一张一合的嘴巴,以及它们身后微微飘荡开的,像水波一样的细纹。 周明突然觉得这些鱼很漂亮,而且,很香,一定非常非常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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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